今天我们学习副词 偏偏 你知道怎么用吗 和我一起看看吧 杨光 你还记得我表姐的女儿吗 在叛逆期的那个 现在连学都不愿意去上了 我表姐对她期待那么高 可是她偏偏不想学习 好像现在有的孩子会厌学 明明现在的教育条件这么好 可是他们偏偏不懂珍惜 不过有的时候也不怪孩子 现在的父母都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从小学这学那 没想到这样 反而让孩子对学习失去了兴趣 我还听我表姐说 她女儿班上有个孩子压力太大 离家出走 好在被父母找到了 所以我表姐现在 也不敢强迫她女儿去上学 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但是孩子们的抗错能力 偏偏越来越差了 那你表姐的女儿不上学 想干嘛呀 她想去打工 我表姐不让她去 可她偏偏要去 真是不省心 副词 偏偏表示 事实跟所希望或期待的相反 比如 我表姐对她期待那么高 可是她偏偏不想学习 明明现在的教育条件这么好 可是她们偏偏不懂珍惜 我表姐不让她去 可她偏偏要去 你学会了吗 跟我读 我表姐对她期待那么高 可是她偏偏不想学习 我表姐对她的孩子 明明现在的教育条件这么好 可是她们偏偏不懂珍惜 我表姐不让她去 可是她偏偏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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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表姐不让她去 常常和父母作对 父母让往东 她们偏偏要往西 你们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有机会可以告诉我 再见啦